同意启示哥哥 小派萌 有什么可莉能做的吗 带上可莉 可莉也要一起 帮你吐哥哥 来和可莉一起做妈妈的孩子吧 妈妈很好 会照顾你的 用敌人来称呼我 未免太生疏了 某种层面上 我们应该算是姐弟才对 你的剑术应该是从法尔嘉那儿学的吧 迅猛而又刚强 是那个老家伙的风格 看你不擅长表达 或许应该多学学法尔嘉啰嗦的说话方式 就当是锻炼口语了 可惜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没关系 我会等 姐弟 法尔嘉 我明白了 他们两人的父亲都是法尔嘉 所以才变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 血缘原本也不能代表什么 不是吗 我对亲生父母没有多少记忆 董事之前就没见过他们 这样的事似乎很常见 直至今日 世上仍有许多人日夜思念亲人 却无法与之见面 反正接触不到 也无需在意 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还在想加量节期间 有谁会等我们来访 原来是你们 还有你 好冷淡的反应 狄卢克老爷似乎不怎么欢迎我 再怎么说这里也算我的家 节庆期间回家一趟 无论在哪个国家都算得上是习俗吧 有事直说 雷泽这孩子真不容易 一转眼都这么大了 还在找爸爸 狄卢克老爷 不如就帮帮他吧 跟狄卢克老爷打交道就是轻松熟悉 那我们就替雷泽谢谢你啦 不必客气 朋友之间有来有往很正常 狄卢克老爷个性好积极呢 有闻必报 真不错 家人吗 嗯 没什么 你也早点休息吧 我跟雷泽算不上熟络 但需要帮忙的话 可以联系我 可以联系我